全油管最快新闻,最近,一位上海市民李先生的划船通勤方式引发了广泛讨论和称赞。 李先生已经坚持划船上班46天,并成功减重13斤。 他选择这种通勤方式是因为家道公司和道直通,而且途中能欣赏自然风景。 然而,也有网友担心安全隐患和对船只作业的影响。 李先生回应称,他咨询了专家并遵守相关规定,保证安全。 有关部门表示尽管没有明文禁止,但并不提倡这种通勤方式。 大家对这种新奇的通勤方式感到兴趣的同时,也要注意安全。 记者,钟小璐报道,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